南极仙翁 敢问仙友来自何方 来我南极仙周 所为何事啊 天宫九尘 前来拜访南极仙翁 小仙眼拙 竟未认出战神 还望战神误怪 无妨 仙翁可在南岳 家师的确在南岳 不过 不巧的是 家师已与大师兄 一同闭关了 这至于什么时候出关 却未曾提及 家师早料到 神尊会有此一行 特意为神尊留了话 显耳恭听 万事万物 因缘际毁 顺其自然 无须自扰 看来是本尊着相了 不如仙翁洒脱 先转告仙翁 本尊定会物尽其用 不让重报功臣 秦源 但自仲昊将你送至为师这里起 自然而然的你就绝了沉缘 并且为师有言在先 继入南岳 自此你就与他再无干系 师父之命弟子不敢不从 但义父对弟子有养育之情 若非义父亲缘早已横死凡尘 又何来弟子今日 若是为师 非要你留下来不可呢 望师父成全 师父为你算过了 若离开南岳 前程凶险 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 你自己可要想清楚了 焚身碎骨 在所不辞 你我师徒缘分一尽 自此往后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弟子愧对恩师 大师兄 你怎么这么早就出关了 还有些事情要办 这次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你们要好生侍奉师父 请师兄放心 师兄 有事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之前天宫战神 带着座下小仙娥前来拜见师父 天宫战神 他与师父并无什么私交 怎会无故前来拜访 不知道 不过师父早就知道他会来此 还特意留话给他 战神还说定会物尽其用 不令重宝蒙臣 非常难选 很难 course защgli 霊 霊 是你呀 原来是你 不知何事得罪了先军 不打招呼就动起手来了 废话少说 我要用你的神魂击败天地 过世 指兵 过世 你跟他无冤无仇 他怎么会杀你呀 那个人见到我也是一脸的惊讶 看来绝非为那一夜的事情所来 一定另有其他的目的 去查查他的底 找个人悄悄地跟上去